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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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 必是大慈这边的神迹 我们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病院 我们讲过这个地方好像世界一样 该同情的人得不到同情 该得到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或者说得到的不够多 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是悲惨世界 这个世界也有欢乐的时候 因为上帝的连在更是有意义 但是如果你没有信靠上帝 那么这个恩典拖住你 你却没有信靠 那都会是最后是悲惨的 这里有一个人是非常悲惨 他在这里躺了三十八年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病人 耶稣就跟他一个人讲话 我们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不把别人都医好 我们每次要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去判断耶稣的时候 判断圣经的时候 常常都很有道理 但是到最后就会走得路死胡同 如果耶稣每个都医好了 那么以色列是不是都应该医好 全世界是不是都应该医好 是不是耶稣的时代都好 耶稣之前之后的也应该好 如果这样这个世界就是天堂了 上帝是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上帝是接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把这件事也就是消除罪恶和罪恶的后果 那是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实现的 我们现在就继续的可以问问题 也思想答案 但是对主要有最大的信心 好 这个三十八年的人 圣经说耶稣看见他 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 然后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 然后耶稣为什么要问 你要痊愈吗 各位你去问任何一个病人 你要痊愈吗 废话吗 你去医院里面 医生会问你 你想要好吗 那废话吗 你去坐公车 你上了车 司机说你要坐车吗 这废话吗 你去餐馆 你要吃饭吗 废话吗 耶稣问的没有比这句话更废话了 你要痊愈吗 当然要痊愈 但这句话不是废话 耶稣当然不会问废话 耶稣问的是有意义的 各位这个人在这里躺了三十八年 他也许的确不想痊愈了 也许他已经失去痊愈的盼望了 我们可以想 他病了三十八年 我们不敢说他一定就躺了三十八年 躺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许刚开始父母是陪着他 但是你不能一直陪啊 他始终没有第一个下水的机会 总有人比他先下去 也许父母要跟他讲 儿啊 你要好之为之咯 我们还有别人要照顾 我们还有别的兄弟姐妹要照顾 没办法照顾你了 也许他原来有朋友 但是朋友不能天天陪 等着那个水冻的时候 把他第一个丢下去 朋友也要上班 也有工作 也要养家 爱莫能助 老兄啊 你自己好之为之了 到最后我们看后面 他耶稣有说你不要再犯罪 我不知道耶稣指他犯罪 不要再犯罪是指什么 这个人躺三十八年 他靠什么为生呢 我猜是乞讨吧 我猜可能就是他前面放了个盒子 然后大家就丢下去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 久了到最后 乞丐可能最后没有置气了 他也没有再想要痊愈了 他想到就是什么 每天有一点钱丢给我就好了 每天能够过日子就好了 当我们一个理想一直达不到 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你的高中同学 你非常喜欢她 你追 你追她能追多久 还继续喜欢她 如果她不理你 三个月 三年 十年 我想没有啊 再喜欢 恐怕人家一直不来店 那几年也就不再来往 现在这个病一直不好 一直不好 也没有任何指望 就躺在这里 水 他不可能第一个下去的 他是瘫子 他需要人家 把他抬下去 没有人来抬他 父母朋友都走了 挤不过别人 也不能怪人家 他自己下不去 哦 所以他可能没有痊愈的希望 你要痊愈吗 不用啦 给点钱吧 太好的应许 太好的盼望 因为答不到 也许我们就不要了 有那有什么用呢 根本不可能啊 可是我们感谢主 这个病人回答了 他的回答 是有信心吗 我不知道 这个病人到最后 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是很 很疑惑的 他 回答了 那就还不错 也许他回答了 他回答而且很礼貌 先生 然后他把他的心声 讲出来 也许表示 我是觉得他心里 还有点希望 莫非你能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这个意思 因为他在说明 我在想 我是一个38年生病的人 人家问我 你要不要好 我根本不讲理由了 我没有力气讲 我不想讲了 我如果在街上流浪 38年 你为什么不去做工 我不想讲了 你可怜我 你给我钱 你不可怜我 算了 老子也不想讲话了 我们志气 盼望都丧失了 有可能 但这个人还不错 你对耶稣有反应 总是不错的 他还是跟耶稣讲话 他说明一下 先生啊 你知不知道 这个地方 传说 是水冻的时候 第一个下去的人 就可以好 那 这个地方的水 真的会冻 这是泉水 隔一阵 涌出来一下 哎 我是一个瘫痪人 瘫痪人 怎么下去呢 等到 我正要去的时候 爬 爬 爬到边边 各位 这是一幕 很好笑 也很残酷的事情 我们就单单就这文字来推想 如果隔一阵 水一动 第一个下去就会好 如果单单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复杂的 那各位 你想会怎么样 哇 水动了 然后 成百上十吧 不能上千的人 就往水里一跳 因为你要知道 第一个下去的就好了 我们已经讲过 一定是最健康 最强壮 最能把别人打到一边 或者最有势力的人 请一些保镖 把别人挡住 自己可以下去 这世界是这样 这些人都应该互相帮助 同是天涯生病人 生病的人 同情生病的人 我病得这么厉害 哎呀 来帮个忙吧 本来应该这样 可是生存空间这么小 只有一个人 那那时候认得什么亲娘 亲爹 认得什么兄弟 我十个兄弟都长了麻风 第一个下去能好 我其他九个都干掉 我也要下去 哎呀 利益之下 大家都会上尽天良 何况利益是那么小 何况利益只给一个人机会 所以这是医院 医院这些病人应该互相同情 可是可能非常残忍 因为有你就没有我 你第一个下去 我第二个下去都没有用 当然世界不完全是一个 必是大这样的医院 只有一个人能好 很多人能好 很多人能上台大 很多人能够有房子 但是人比人气死人了 你上台大 你还希望是医科 你是医科 你还希望是第一名 你是第一名 你希望将来分发也在台大 你是在台大 你也希望有一天做院长 我不晓得 我们人总是有无休止的欲望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我们想到最坏的吧 这些人想要好 那没有什么不对吧 但是也许最后没有希望 我也碰到过有人 他就想念台大医科 甚至他已经是台大学生了 每年转 转了四年了 别人都毕业了 他还在想要考台大医科 转成台大医科 后来他好像还是就迁就了 在他原来的系毕业了 这个人 他只能在这里讨饭了吧 但是耶稣来 他还肯讲几句话 这很了不起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不是我不想好先生 我想好 没有人帮忙吗 我去的时候 里面都是人了 各位因为只有第一个好 所以啪一大堆人跳下去 然后又要开救护车来 把每个救起来 因为那个瘫痪的还是瘫痪 他没有就可以游泳了 他没有就可以上来了 他还要落汤机 重新回来 因此这个是很好笑 一大堆人挤 咚咯 一堆人下去 下去了 救命咯 因为只有一个人 不需要救命 他已经好了上来 别人都比我先下去 机会都给人家拿去了 好 耶稣没有说别的 耶稣没有说 你信我能医治你吗 耶稣问过这个话 耶稣说 耶稣没有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说得出来 我就可以医治你 耶稣的反应 每一个反应 都一定有他的意义 就跟圣经每一句话 每个字都有他的意义 不过 你不要就把它标准化 模式化 甚至很排他性的 exclusively用这句话 今天我们并不能跟每个人说 起来 拿起你路子走吧 如果我们讲 我们还要说 起来 我奉拿上了 耶稣的名叫你 起来走 这使徒行传 使徒讲过的 各位 我们基督徒 不是在念咒语 不是喃喃之语 念出一堆话来 啪 然后神迹就发生了 那个是 那个是咒语 我们不相信这个 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这个 我们是 借着神的话 对神有信心 那么 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没有信心 我们感谢主 我们相信主 还是有他 美好的旨意 耶稣在这里 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耶稣就跟他说了 起来 拿起你的路子走 那个人 立刻痊愈 就拿起 褥子 来 走了 我们还是问 信心不是最重要 他这时候有本信心 我们从底下来看 不一定 各位 神迹 不管在旧约 新约 临到许许多多 毫无信心的人 但是希望这个神迹 灵到 记得我们说过吗 这个记号 这个指标 能够指示人 归向行神迹的 耶稣 或者归向行神迹 先知所传的 那个上帝 耶稣 神迹 这个时候他就讲 耶稣就讲了 我们还是在问 为什么耶稣 只依他 为什么只跟他讲话 我们都不晓得 生活中很多事情 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 但是任何事情 我们找得到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就要起来 拿起路子走 他立刻痊愈 拿起来就走了 好 各位这个约翰福音 讲的是非常简短 这个人好了以后 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约翰福音 因为要强调 他要强调的重点 所以就把这个 我们很关心的 省掉了 就是我的意思说 这个人好了 拿起他的路子走了 他下面应该有什么反应 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他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们在看 那个十个掌大麻疯的 只有一个回来的情形一样 只有一个会回来感谢 这个人 就是跟那九个一样 拿了就走 他连谢耶稣都没有谢一声 他连 请问您贵姓大名啊 大恩大德莫此难忘 我起码要知道你是谁 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他也没有 我们只能说 他是一个悲惨的人 在一个悲惨的 残忍的 是医院 但是是一个血肉丛林当中 因为第一个下去的 真的你死我活 第一个下去的才能好 其他人都是狼狈的落汤鸡 本来就已经可怜 更可怜 没有人叫他礼貌 没有人叫他礼让 这里谁礼让 礼让就不会好了 这里没有人叫谦虚 这里没有人叫他盼望 信心 这里是一个龌龊的地方 大家都生病 却不彼此相爱要竞争 而且可能要装病 后面他就是 这个世界可怜又可恶 没有人叫他 没有人叫他要有礼貌 他好了 他居然 回来谢也不会谢 那当然也就失去了 我们一直在讲 神迹是指向你的 归向耶稣的记号 神迹是 神做的一件稀有的事 希望因着这个事 因着上帝话的解释 使你会归向 做这稀有事的先知 或者是教会 或者是耶稣 好让他们所传的耶稣 成为你的主 好 这个人好了 这是一个反应 就是他走掉了 他太兴奋了 他太高兴了 哎呀我居然能走路 他兴奋 他也有点像 可能像这个 使徒行传那个生来的摊子 又唱又跳 但是那个摊子 天天有听到使徒的道 所以他会拉住使徒 这个人不会 他只是很高兴 很得意的 我会走路 我会走路 就拿着他柱子到处跑 好 他走了 他没来信耶稣 耶稣呢 耶稣也赶快躲起来了 那也是我在推断的 圣经没有讲 你在想 一个人好起来了 在那个地方 突然好起来了 耶稣跟他讲话 旁边应该也有人听 你看那个林布兰的话 很多人在旁边听 耶稣讲一句话 他好起来了 那其他的病患 起步都来抓住耶稣 拜托 拜托 也教我好 也教我好 各位 那你的反应就是 那当然嘛 耶稣就叫他们好 耶稣干嘛躲起来 各位 这我们在前面 已经讲过了 神迹是叫你归向耶稣的 如果神迹 没有叫你归向耶稣 神迹只有叫你想得饼吃饱 或者其他的 那就很悲惨了 那神迹就没有达到神迹的目的 神迹甚至成为你到耶稣面前拦阻 因为你不想到耶稣那里 你不想信他 你不想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量 你只想吃饼得饱 你只想眼睛得痊愈 你只想看更多东西 你只想更活泼健康 你没有把他当主 你把他当一个灯奴 那就失去一切神迹的意义了 好 那些人来很多别的病人找耶稣 所以耶稣躲起来 这是推测 但是合理的 这个人太兴奋了 所以不会信耶稣 就拿了就又唱又跳跑了 出问题了 第十节 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入子是不可的 今天是安息日 你怎么可以拿入子 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这个安息日 不可以做工 拿入子呢 今天我们根本没人拿入子 谁还拿自己的棉被到处跑 这拿入子呢 是拿你的家当 算是一个工 有点重 有点大 是一个工程 拿入子就等于搬家 安息日 不可以搬家 他在那里 各位 可能躺了很多的时候 也许三十八年 兴奋的那个样子 我们完全能理解 我能走了 我能走了 这就惊动了 当时的宗教领袖 我也不知道 他拿到路子 跑到哪里去了 反正被 那个犹太人看到了 就警告他了 不 今天安息日 你怎么可以拿路子走呢 这是不可以的 各位这句话 说起来轻松 说起来有点怪了 但是这句话 可一点都不怪 也不轻松哦 因为犹太人是不准人 在安息日工作 这也是上帝的规定 只是他们并不懂 那个规定的意思 是要人得到真正的安息 警告你不可以哦 我们就要想一想 他走路了 犹太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各位 一个三十八年躺过的人 这些人会走路了 你的反应应该是 啊 你会走路了 你怎么会走路的 这些人的反应是 啊 你怎么可以走路 你不可以走路的 因为今天是安息日 你就看到这成见 一个人好了应该恭喜 一个人好了 一个人好了居然被骂了 一个人好了 应该谢 谢 依好他的人 一个人好了 居然不去谢 依好他的人 这都是看来极其荒谬 可在这个作恶世界 极其普遍的事情 很不幸 的确很多这样的情形 这个犹太人 我们先对他们 有最大的恭敬哦 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 当然我们今天 连基督徒也不大守安息日 不大守主日了 我们也不大知道 主设立的意思是什么 虽然我们生活 越来越强烈的显示 我们需要主 我们需要主的安息日 我们需要安息 我们需要休息 我们需要看到 主把工作做完了 我们没有安息 但是不管是在旧约的 或新约或这个时候 很多以色列表面上 守安息日 但他们并不懂 什么叫安息日 他们并不懂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他们并不懂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们并不懂 安息日是耶和华 创造完的分别为圣的日子 他们并不懂 安息日是叫人得到 安息的救恩 他们都不懂 所以他们有一种 很失态的反应 一个人躺了38年会走 他们不问 谁叫你走的 你怎么会走路了 他们问是 你不可以走路 我们有成见的时候 就会很荒唐了 你不可以走路 他就回答了 是那个人叫我走的 那个人叫我拿起褥子走 管你是不是安息日 因为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神迹 重要的是 这行神迹的人 能够叫你安息 重要的是 这能行神迹的人 能叫你走路 叫你能工作 能走路 能生活动作 气息存留 是他叫我走的 哦 好小子 居然有人敢守死 人不守安息日啊 他们就问他 哪个叫你说 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各位我们在想 我躺了38年 我躺在一张席子上 然后有人叫我 拿起席子走 然后我就拿起席子走了 那别人一定会说 谁叫你走的 那个人是神医啊 那个人我们要去找到他 哇那实在太棒了 居然讲一句话 就叫人好起来了 可是 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他是谁 这是我们看到 这么多神迹里面 一个很明显的 虽然我们不能怪这个人 或者不能太怪这个人 也许他太可怜了 不知道感恩也不知道 做最正常的事 人家叫你好了 你起码说你是谁 我要谢谢你吧 他不会 因为没人教过他礼貌 耶稣是不是应该教他呢 耶稣没有教他 耶稣一定没有错 耶稣在这个时候 没有教他 可能他要先把他医好吧 医好了以后 一大堆涌上 他又跑掉了 所以耶稣也没时间教他 耶稣没有错 不过我们今天教会 却要知道了 我们一定要教导人 免得人家经历的神迹 以后的光景更坏 这是鬼被赶出去的那个人 免得这个人的情形也是一样 你没有教他上帝的道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他只是一个更会犯罪 犯罪更有能力的健康人 以前是犯罪 没什么能力的瘫痪 教会一定要知道 人的心被改变 被福音改变 被福音重生 悔改信了耶稣 是比三十八年 是比三十八年瘫痪好 还要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是不希望人好起来 物质上身体上好起来 我们希望他好起来 只是我们会非常强调 他的好 物质身体上的好 应该要随着更重要的心好 你心不好 那是不行的 好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他这时候就解释 前面没有讲 因为要一起合成 所以讲最重要的 现在在讲 耶稣已经躲开了 那么耶稣为什么躲开 他也没解释 我已经解释 可能耶稣就不想 依这些人 耶稣来是传道的 我们前面讲过 他是来传道的 他不是来依人的 他也有爱心依人 因为人有需要 他总是有爱心去医的 但是这个爱就造成一个麻烦 就是人就不想到他那里来听道 不想到他那里来认识耶稣 不想到他那里来信耶稣 不想到他那里来把耶稣当主 只想来这里 我当主 你医好我的病就好了 毛泽东 还有很多人 这病人 因为他们权力大 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跟医生说 你把我病治好就好了 我吃什么你不要管 这就是不讲道理了 但我们很多时候 对上帝就不讲道理 你医好我的病就好了 我要怎么用我的身体 那是我的事 你不要管 耶稣躲开了 后来耶稣又碰到他了 耶稣在店里碰到他了 应该不是故意找他 但碰到他了 然后耶稣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 这是跟我们说的 鬼赶出去了 如果没有主在里面 那么以后你的光景 会更糟糕 现在耶稣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我想他在犯罪 犯罪就是可能在装病 让人家给他钱 耶稣对他这样警告 警告完了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尾 我们下次再讲 愿上帝赐福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